我的童养夫是未来的状元郎 他利用我扬名上位后 反手娶了自己的新上人 将我全族抄家下狱 阴暗的天牢里 他和新婚妻子携手而立 冷冰冰望着我 我说过 当日之辱 必千百倍还之 下一瞬 我从梦中惊醒 搞不明白 这梦境究竟是浴室 还是内心隐忧 第二日清晨 我与崔宁远同乘马车前往学堂 半路却撞到一个人 被撞翻 在地的人抬起头来 露出一张异常清秀的脸 和一双明亮又灵动的眼睛 崔宁远语气一顿 这位姑娘 我在她身后不经意一瞥 心中却惊骇万分 这张脸 这个人 不就是我昨夜梦中 崔宁远那碍入骨髓的新婚妻子 唐禄 崔宁远是我从山里捡回来的童养夫 她自幼父母双亡 带着妹妹崔宁远之边读书边讨生活 崔宁远之十四岁时 被乡身看中 一徒强纳为妾 崔宁远上门救人 反被家丁一顿毒打 扔在了山脚下 我就是在这时候 把她就回了家 灌下参汤 敷了商药 她过了半日才醒来 清竹般清冷又倔强的少年 脸色苍白地躺在那里 有种奇异的迷人 我支着下巴坐在桌前 对上那双上存几分迷蒙的眼睛 淡淡道 我可以帮你 条件是你从此留在江家 做我的童养夫 崔宁远脸色一白 猛地抬起头瞪我 眼中闪过屈辱 我轻轻敲了敲周面 你也可以拒绝 此番救人是要 全当我善心大发 不会收你一文钱 自然 她最后还是答应了我 我带她上门 看着那香绳 诚惶诚恐地将崔宁芝推出来 她又扑进崔宁远怀里大哭 好一出兄妹情深的大喜 我坐在一旁喝着茶 那香绳善笑着来向我讨饶 小得有眼无珠 不知这竟是江姑娘的家人 还望姑娘 大人不计小人过 那一瞬间 我看见崔宁远 眼底闪过什么 大约是对权势和金钱的渴求 慰吉人臣的野心 崔宁远和我的亲事 就这么定下了 她带着妹妹住在江家 人人都知道 她是我江迪的同养父 我爹虽是当朝将军 却只有我娘一位正式夫人 江家上下 也就我这么一个独女 只可惜 我身有顽疾 还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病根 有次和崔宁远用晚膳时 我转头猛壳 瞧见她脸上一闪而逝的厌恶 丫鬟启悦 取走我眼唇的帕子 上面赫然染着大片鲜红的血迹 崔宁远并不喜欢我 嘲笑道 原来是个病秧子 启悦大怒 脱口而出 你怎么敢这样 和我家姑娘说话 真是没规矩 宁远年纪还小 冒犯了江姑娘 还请江姑娘宽恕 崔宁远一撩一袍 冲我跪下 若姑娘心有不分 罚我便是 哥 你干什么 崔宁远急得去拽她袖子 男儿顶天立地 身有傲骨 她敢这样折辱你 闭嘴 崔宁远低声斥责 我好整以暇地看着这一幕 半晌才开口 她明年便要急急 也不算小了 既然没有规矩 我会让人送她去女学 好好学一学规矩 崔宁远抬眼望着我 冷然道 我呢 你又打算如何安排我 我勾了勾唇脚 挽着启悦的手站起来 你既然是我的同养夫 自然该随我同入京城学堂 定亲三载有余 崔宁远心中仍然怨我至极 连称呼也不肯改 她的学识 放在整座京城学堂 都是出色的 先生常拿她训斥顽固 那群人便翻出她同养夫的身份 肆意嘲弄 年岁欲长 我的身子越发孱弱 冬日寒冷 见不得风 娘命人将马车 严严实实地遮起来 又置了几只手炉 车内热气翻滚 崔宁远鼻尖都冒汗了 你若是觉得热 先截了斗篷 下车再披上 说着 我伸手就要帮她解下斗篷 她侧身躲开我的手 眼底翻滚厌恶之色 别碰我 我正了正 手也跟着将在半空 你很讨厌我 不曾 她又平静下来 反倒将斗篷笼得更紧 只是姑娘身子弱 此等小事不敢劳反 心里犯上细细蜜蜜的痛 我脸色发白 却说不出话来 似乎不管我这三年代她如何 她始终牢记 初见那一次的交易 并将其视为莫大的耻辱 我并非性子坦荡 有口直言的人 却也尽我所能地 将我的心意传递给她 可崔宁远从来都是拒之门外 不屑一顾 到学堂后 在众人的起哄声中 先生来了 他带来了一个 新入学堂的少年 我叫贺文秋 此人十分热情地 抬手挥了挥 笑容灿烂 这边的朋友们 你们好啊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他目光飞快掠过众人 却在我身上 意味深长地停留了片刻 这人 有些奇怪 我望着他笑意清浅的眼底 不知怎么的 有些恍神 愣着片刻后 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收回眼神后 我很快察觉到 旁边冷冰冰的视线 竟是崔宁远 贺文秋是贺家嫡子 并非如我一般 是将姑娘可以随手羞辱的 微贱之身 下学后 他破天荒地主动来找我同行 却在半晌后 忽然丢下这么一句 我证然了一下 忍不住道 你很在意这件事吗 崔宁远脸色一沉 破天荒地叫了我的名字 姜迪 你真是自作多情 你放心 你我既有婚约 我的心思便不会落在旁人身上 何况那贺文秋桥上去 古里古怪的 我话音未落 身后忽然传来一声吃笑 转头望去 正是贺文秋 他嘴里叼了根草叶 看上去姿态懒散 人却凶巴巴地瞪着我 背后不到人是非 姜迪同学 你不知道这个道理吗 知道 我说 我哪有背后议论 难道不是当着你的面说的吗 这话听上去无法反驳 最后 他只好多瞪我几眼 气横横地丢下一句 你给我小心点 我与贺文秋对话间 崔宁远已经不耐地走远了 我有心想追上去 却鬼使神差地想起 早上撞到唐禄的事 和昨晚那个离奇的梦境 后面粤鱼 除了去学堂之外 崔宁远总是外出 我遣人去查 他们很快回禀 崔宁远私下出府 基本都是去找唐禄了 他们是如何凑到一起去的 侍卫回到 那日下雪 崔公子在路上忧郁唐禄 问起他的伤事 唐禄是一女出身 自称无碍 一来二去 二人便相熟了 唐禄的身世背景很简单 他父亲是京城西三方一带 小有名气的郎中 两年前过世后 便由唐禄接过了他的衣钵 这样一个人 平平无奇 似乎并无常处 在我的梦里 他究竟是如何与崔宁远 联手推翻我江家 一步步走到那个位置上去的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 很想再做一遍那个梦 捕捉更多细节 可不管怎么努力 却始终没有再一次梦到 那不知是启人忧天 还是提前预示的结局 那一日 学堂早课休息间 崔宁远竟然主动找到我 说有话要单独和我说 等我和他来到院中角落 他迟一片刻 才缓缓开口 我有个朋友 虽为女子之身 却有洪湖之志 他也十分想进京城学堂读书 一瞬间 我有些恍然 心中冒出一个念头 难道在梦里 正是我帮唐璐进入学堂后 才让他和崔宁远 找到了扶摇至上的机会 走神思索间 崔宁远的长篇大论 已经陈述完毕 半晌 没等到我搭云 他有些焦躁到 不知江姑娘 愿不愿意搭云此事 三年多以来 他从未如此 和颜悦色地对我说话 而这开天辟地头一回 竟是为了 另一个女子的前程 我一时不知 自己该笑还是该难过 收敛情绪 平静道 学堂名额难得 你既有此番善心 便将你的名额让给他吧 你确定一下 我便去告诉先生 崔宁远忽然将在原地 那还是算了 说完 他不等我应声 转身便匆匆离开 仿佛生怕我一个不留神 真将他的名额 换给了唐禄 我漠然望着他的背影 头顶上方 却传来一道声音 你对他一片痴情不改 可惜这人狼子野心 心思压根不在你身上 妥妥一个凤凰男 你就不怕他借你上位 再反过来拖了你的家产啊 冬日阳光并不刺目 暖洋洋地 从交错的树枝间落下来 贺文秋就侧枝着脑袋 躺在最粗的一枝上 咬着草叶 笑眯眯地望着我 对我目光相对 他愣了一下 飞身从树上落下来 像一片羽毛 轻飘飘落在我面前 接着一只好看的手 在我眼前挥了挥 怎么了 难过得说不出话了 不至于吧 我看他也没有多好看 你就非他不可吗 语气很有几分 恨铁不成钢的味道 我摇头 淡淡道 我其实只需要一个孩子 在我死后继承将家家业 他既然不合适 不如你考虑考虑 话音未落 面前的贺文秋睁大眼睛 一瞬间从耳根红到脖梗 你你你 他红着脸吞吞吐吐好半赏 才吐出两个字 你不是性子冷清的大家闺秀吗 怎么能张口就调戏我 这不符合你的人设 冷清 我虽对他的话听得一知半解 却敏锐地捕捉到这两个字 眉头微皱 贺文秋说我性子冷清 倒也没错 从很小的时候起 我就知道自己体弱多病 也很可能寿命无多 因此 我尽可能对周围的所有人 都保持着淡漠 除了爹娘之外 崔宁远便是唯一一个 我难得上了新的对象 只是到底没什么好结果 如今面对贺文秋 我发觉自己 竟然也难保持冷静和漠然 不由得多看了他几眼 谁知此人当即弯起唇角 笑得神采飞扬 怎么 仔细观察之后 是不是发现 我比你那倒霉催的未婚夫 长得好看多了 我淡淡到 虽不及他 倒也有几分神似 江迪 贺文秋又气得跳脚 你骂谁呢你 我没再理会他 转身离开了 回家的路上 崔宁远明显在置气 望向我的眼神 比平日更冷 三年来 这样的冷遇 我早该习惯 但不知为何 对上那冰寒目光的时候 我鬼使神差地 想起了贺文秋的话 崔宁远 一前一后地穿过前院 我终于出生 他不履一顿 侧过脸道 江姑娘有何吩咐 若你有了心上人 告诉我便是 你我婚约自此取消 我也可另觅旁人 话还没说完 他已经漠然转身 在渐渐暗沉的天色下 盯着我 眼中暮气从生 唇叛却带笑 三年前 你用宁知的安危 逼迫我与你定亲时 怎么不问问 我是否有心上人 崔宁远嗓音发凉 如今你我婚约已成 你又来问我 难不成我崔宁远 在你眼里 就是物件 你想要的时候就拿过来 不想要的时候 又随意踢开 我沉默了一下 我并无此意 还是说如今你心里有了更好的选择 比如贺文秋 她冷笑着凑近我 那微敏的嘴唇几乎贴上来 像一个没有温度的亲吻 我眼睫颤了颤 正要退开 身后忽然想起崔宁远之的声音 哥哥 崔宁远末地站直了身子 任由一身娇俏山群的崔宁远之 扑进她怀里 紧接着 崔宁远之站直身子 冲我微微浮身 问江姑娘安 学了规矩 倒是比三年前懂礼许多 我轻声说着 一阵寒风卷着雪栗子飞过来 扑在脸上 我忍不住偏过头咳了几声 娘带着丫鬟叽叽迎出来 将壶球裹在我身上 满目心疼地握住我冰凉的手 又忍不住转头斥责 到底是什么要紧的话 非要站在院子里说 明知小嫡身子弱 就不能先进屋 崔宁远之张了张嘴 还没来得及出声 崔宁远已经将她护在身后 低头认错 是我的错 没考虑到姑娘的病 娘不满地敲打她 你与小嫡已有婚约 说话何须这么客气 亲事未成 礼不可费 她答得恭顺 事实上 在旁人面前 崔宁远言行谨慎 实施手礼 几乎挑不出什么错出来 只有和我单独相处时 她才会退去眼睛里的伪装 露出毫不掩饰的冰冷疏离 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在侍卫来回禀 说崔宁远又一次去医馆找唐露时 坐着马车跟了上去 大雪连日 京中不少人染了伤寒 唐露医馆外排起长队 等着问诊拿药 我拢得斗篷走过去 正好瞧见崔宁远一边替她抓药 一边侧头说着话 既然不能入学堂读书 我便隔一日来一趟 把先生讲的讲给你听 听她这么说 唐露笑得眼睛都弯起来 连连点头 手下的动作却没有丝毫延缓 我没有动 只是沉默地望着这一幕 她收起了在我面前的疏离语厌返 面对唐露时 仿佛细致入微 又柔情万千 既然如此 为何提到取消婚约 又不肯同意 我下意识喃喃出声 远也没想过问谁 然而耳畔忽然想起一道清悦的嗓音 像是在回答我 那当然是为了利用你 继续在京城学堂读书 最好再给他马上要出格的妹妹 多捞点嫁妆 等明年科考一举上位 亲自告到皇上面前 再强行解除婚约 也不迟吗 猛然回头 我在漫天大雪中 对上一双亮弱星辰的眼睛 又是贺文秋 这人简直神出鬼没的 脑中闪过这个念头 不等我开口 距离我只有一步之遥的贺文秋 忽然迈不过来 威仪侧身 恰好挡在我和药铺之间 低头 他低声说 别让你那倒霉催的未婚夫 看到你和我在一块 这话说得实在引人瑕疵 我有心想纠正 然而看到他一脸正气 仿佛全然未察觉 这话里的暧昧 是多么有失分寸 我叹了口气 转身就走 贺文秋却又追了上来 江迪 他这样怜名待姓地叫我 你生气了 还是在伤心啊 我停住脚步 在愈发愁密的漫天风雪里回头 轻声说 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要难过的 心里好像被撒进去一把碎冰 可尖锐的痛感 只是一闪而逝 很快就融化掉了 我发现我的心情 比想象中平静许多 只是愣神间 贺文秋已经翻身上马 扯着缰绳来到我面前 他微微弯身 冲我伸出手 上来 带你骑马散心 要不要 身后启悦已经追上来 又急又气地瞪他 蹬徒子 我家姑娘与你素不相识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与你同齐 贺文秋不理会他 只是专注地看着我 甚至把那只手又往前递了递 他一贯懒散的眼神 难得如此认真 我沉默了一下 还是把手伸过去 他抓住我 用恰到好处的力度往上拽 我借着这股力道转过身 没怎么费力 就落在了他身前的马背上 启悦急得团团转 这么大的风雪 姑娘身子不好 怎么受得住 吴是 我安抚他 你先带人回府 留两个人在此处盯着便好 那姑娘 贺文秋劫住他的话 放心 我齐数了得 怎么把你家姑娘带走的 定然会怎么完好无损地送回府中 好轻 贺文秋的声音很小 然而我与他之间 不过隔着一层兔毛滚边斗篷 自然听得清清楚楚 于是回头望了他一眼 他却一扯缰绳 一边纵马 一边开始念叨 你肯定没好好吃饭 光喝药有什么用啊 多吃两口肉 补充蛋白质 不比喝那些苦兮兮的中药好多了 还有你早上喝那些清汤寡水的小米粥 就不能换成牛奶和煎蛋 伸下骏马吉池 寒风卷着雪花扑面而来 正要咳嗽 一件斗篷已经落在了我身前 贺文秋的声音响起 却不甚清晰 抓好了 用来挡风 眼前景物渐渐从高矮错落的房屋 变作城门 贺文秋不曾停留 抛了块牌子给守门的禁卫君 接着便很顺畅地出了京城 入木一片被茫茫白雪覆盖的原野 接着贺文秋乐了马 微微侧过脸 看着我 有没有觉得心情好点 他说 你看天大地大 何必在一棵树上 可能是觉得不吉利 他把最后两个字吞了回去 我沉默片刻 把他扔给我的斗篷 又往上拽了拽 才平静到 我没有觉得心情不好 但你未婚夫 他很快就不是了 我常常地吐出一口气 像是终于说服自己 放下了某种执念 回家后 我处理好一切 便会和他解除婚约 自小身有顽疾 我很清楚 我大概率是活不过二十岁的 爹娘待我如珠四宝 书白兄弟又对江家家业虎视眈眈 因此我务必要想办法 至少为江家留下一个继承人 挑中崔宁远 算是无奈之举 这三年来 我对他和崔宁之 没有半分博代 纵然他的厌恶 疏离 从不加掩饰 我也不曾计较 可他竟然要彻底毁掉江家 若那个梦就是未来会发生的事 那便是我引狼入室 一手造成了祸端 听我这么说 贺文秋眼睛亮了亮 却又强装镇定道 其实你那天在学堂的提议 我回去后考虑了一下 觉得很是不错 既然你与他的婚约解除了 选我也不是不可以 我沉默片刻 你 不行 贺文秋不敢置信 为什么 难道我还比不过那个 恩将仇报 一心想吃绝户的凤凰男 他看起来很生气 仿佛我不给个说的过去的理由 就会当场把我从马背扔下去 因为你是贺家唯一的嫡子 我淡淡地说 你有你必须担负的责任 我自然也有我的 那一日在学堂说过的话 是我失礼 若你心有芥蒂 改日我会带着厚礼 亲自上门赔罪 姜迪 你若心怀不满 可以现在放下我 我自己回去便是 话虽这么说 贺文秋却完全没有丢下我的意思 握着姜绳的那只手 反而更用力了 我说过要把你玩好无损地送回去 当然不会食言 那便多谢贺公子了 他一边策马 一边又冷哼一声 错过我这么一个乖巧懂事的帅哥 你未来一定会后悔的 这话我实在接不上 只好闭口不言 直到把我送回江家府邸 贺文秋都没有再说过一句话 重新见到启悦后 他将我放下马 一手捞回借我挡风的那件斗篷 扯着缰绳就要离开 却又止住 他坐在马背上 居高临下地望着我 这动作本该是很有气势的 然而他说出的话却截然相反 若我不再是贺家唯一的嫡子 能不能入坠你江家 身边扶着我的启悦一个亮枪 再看去 风雪中的贺文秋已经渐渐远了 我漠然望着他的背影 直到启悦小心翼翼地开口 姑娘 雪又大了 外头冷 还是快些回去吧 堂屋内搁着两个探笼 拉扯出一片暖哄哄的热气 我环视一圈 不见崔宁远和崔宁芝的身影 崔姑娘午山后就出去了 说是要寻什么人 崔公子仍在西三方 帮着血方子抓药 我点头表示知道了 犹豫片刻后 还是去见了爹娘 将退婚的事情说了出来 娘确认了我并不是赌气或者玩笑 竟然松了口气 你总算想清楚 收了心 那崔宁远郎子野心 实非良人 我目光扫过他和我爹的神情 猛然意识到什么 爹和娘一直不喜欢他吗 爹叹了口气 此人心思颇深 又善钻影 借你知识入了京城学堂后 便搭上了七皇子那边 若日后他真的与你成亲 想必我江家也会被强行绑上 储君之争的大船 我正在原地 所以 崔宁远是因为在争处中 为七皇子立下大功 未来才得以平步清云吗 离开书房后 我拢紧斗篷往回走 启悦轻声问着我 晚膳想吃什么 我张了张口 正要说话 脑中却不知怎么的 回想起出京路上 贺文秋的叙叙叨叨 姑娘 启悦又叫了一声 我回过神 晚膳 来一盅炖羊肉吧 直到天色黑透 崔宁远才带着崔宁之回复 两个人唇边都带着笑 似乎心情不错 我坐在堂屋静静等着 崔宁远见了我 笑容一收 正要走 我叫住他 退婚吧 他猛地回头 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你说什么 我要与你退婚 我一字一句地说 崔宁远 从今夜起 你我婚约解除 你可去寻你的心上人 我也会另觅良絮 他死死盯着我 大概是意识到我并不是要与他相商 而是在通知他 江迪 不等他开口 一旁的崔宁远 已经开口怒斥 你算什么东西 怎么敢对我哥哥招之急来挥之急去 你知不知道 就算七皇 他话没说完 崔宁远忽然冷了脸呵斥 硬之 崔宁远像是意识到自己失言 慌忙闭了嘴 我吃笑一声 你在女熟待了三年 静一点长进都没有 往常我若这么说崔宁远 崔宁远一定会立刻跳出来护着他 但此刻他竟然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这么说 你心里已有了新的人选 江迪 在你心里我到底算什么 一个入坠江家的备选 此刻有了更好的 便弃之不用了 我喝了口杯子里的热牛乳 淡淡道 怎么只许你与那位一女唐姑娘 你浓我浓 就不许我早日另做打算吗 唐璐 我与他只是朋友而已 君子之交向来坦荡 崔宁远飞快地解释了一句 我盯着他坦荡的神情 一时无言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 崔宁远这人相当无耻 究竟是朋友还是存了旁的心思 你自己心知肚明 我不想再和他争辩 放下杯子站起来 退婚更帖 我明天拿给你 你和崔宁远之三日后搬出去 至于京城学堂那边 我身体抱恙 不会再去 你若还想继续 自便就是 江家只有我一个独女 因此 我爹一直将我当作继承人培养 几几前 我已对京史策论保有研究 之所以还日日去学堂 不过是为了陪着崔宁远而已 事实上 他也从没领过我的情 得了我的命令 侍卫们动作很快 三日一到便客气冷漠地将崔宁远兄妹请了出去 他们离开那日难得天晴 我穿着凹裙站在门口 面色淡淡地看着 崔宁远出了门 却忽然停住脚步 转头向我看来 江迪 他极少联名待姓地喊我 嗓音又冷又锐 像禀开刃的利剑 今日之耻 连同三年来的屈辱 来日我会一样一样地还给你 我张了张嘴 还没来得及开口 后面忽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听起来喜气洋洋 哟 头一回见到这么无耻的 带着妹妹在别人家蹭吃蹭喝蹭学堂三年 不当牛做马 报恩就算了 反而视为耻辱 目光流转 我看到马上一身烈烈红衣的贺文秋 正神态从容地停在门前 崔宁远的神情 一下子变得很难看 贺文秋继续道 我要是你 这么有骨气 不得当即把三年前 吃的东西都吐出来啊 最后 崔宁远带着崔宁芝 头也没回地走了 我微微仰其脸 看着马上的贺文秋 你怎么在这里 寻街路过这边 顺带过来看看 我微正了一下 这才注意到他腰间配的 是京城禁卫军特有的配件 且不知道是不是发觉我在看他 贺文秋一下子 把腰板挺得更直 我目光落在他脸上 忽然道 你脸上怎么有伤 啊 我忽然想起东三方那边 还有寻街任务 先走了 贺文秋神情一变 语气慌乱地说完 转身就起码离开了 我心中不免疑惑 晚膳时顺口问了我爹一句 没想到他竟然很有兴致地 同我说起来 还不是贺家那小子 前两天回家后 找老贺说他要上门给人家做坠序 老贺脾气爆 抄起家伙就给了他一下 还说他是进了学堂 学的那些秀才的酸腐制器 学了的差事 就给他扔到京城禁卫军去了 我目瞪口呆 好伴上才勉强硬了声 是吗 可不是 老贺这些年 一直带着家眷守在北江 今年才得盛命传召回京 没成想 那贺文秋 倒是半点没继承他爹的傲骨 好好的笛子 一心想着给人当坠序 也不知道他是想入谁家的门 我沉默许久 才轻声道 如果是我们江家呢 那也没骨气呀 就算江家 江家 他忽然反应过来 瞪大眼睛看着我 对呀 他两个月前入了京城学堂 莫不是打起了你的主意 也不是 岂有此理 我爹拍案而起 从一旁捞起配件就往外走 敢打我女儿主意 我看还是老贺下手太轻了 没来得及阻拦 我眼睁睁 他飞快消失在门口 一旁我娘倒是见怪不怪 甚至又加了片枝兔肉给我 不用管你爹 这几日你难得有胃口 多吃血 自我与崔宁远退婚后 他像是卸下了一副担子 整个人都松快下来 我难免心声歉意 又想到郎中从前枕脉 皆说我尘磕难遇 难活过二十岁 而那时 爹娘又不得不亲眼目睹我离去 每次想到这 我辗转反侧难安眠 不知过了多久才睡去 这一次睡着后 又做了奇怪的梦 梦里寒风凛冽如刃 令人想到 一年到头都难有春夏的北江 而这梦中之人 竟然是年幼的贺文秋 只是在我的梦里 他身患顽疾 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病根 于是九岁那年 就此夭折在北江 醒来后 我拥着被子坐在床上 正正出神 这梦究竟是什么 预言吗 若是预言 如今十九岁的贺文秋 已经好端端出现在京城 九岁夭折的那一个又是谁 还有梦里的他 脸色和唇色一片苍白 看上去若不禁风 可现实里 贺文秋分明是个先一怒马 十分着眼的少年狼 究竟是哪里出了差错 我仔细思考了几日 仍未有答案 倒是趁着身子略略好转 回学堂取了东西 就要折返回江府 马车行之半路 忽然有见识声破风而来 接着一队人马突兀出现 将马车四周的侍卫尽数解决后 提借变现了我的车帘 我深吸一口气 强令自己镇定下来 你们是谁 大概是没看到预料中 规格女子被吓得花容失色的场景 此人十分不满 拿手中渐渐挑起我下巴 细细端向 倒是貌眉 只可吸瘦得过头 一脸病若向 恐怕玩不了几回就没了 话里的深意已经不加掩饰 我只来得及庆幸 早上出门时没带上启乐 很快 我被捆了手脚 堵了嘴 换进一辆十分狭小的马车里 一路几迟 玉浮的地方虽然偏僻 却很快就要有学堂下学的马车路过 到时势必会发现这一地的尸体 究竟是谁会这么大胆 我还没来得及思考出结果 却已经在剧烈的颠簸中昏迷过去 再睁眼 马车仍在飞驰中 外面的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夜色静谧 那掳走我的几个人 语气却很急促 后面的人快追上来了 怎么办 来不及了 接着马车停下 那黑衣蒙面之人 猛地掀了车帘进来 一手捏住我衣巾 猛地往下一扯 露出雪白圆润的尖头 冷风惯进来 我想咳嗽 却被堵了嘴 咳不出来 几乎要背过气去 好不容易缓过进来 身上的凹裙 已经被撕扯得一团乱 那人悠闲不够 体健在我肩上滑了一道 鲜血鼓鼓而出 他用白帕子粘了一点 扔在地上 接着便停了马车 带着他的同伴跳车而逃 冬天还没有过去 我衣不避体地躺在马车上 寒风凛冽 很快吹得我失去知觉 却又在仰躺间 想起某几个车帘 被风吹起的时刻 得以窥见满天心斗 那只手落在我肩头的瞬间 我就想明白了 大张旗鼓地绑走我 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 而如今 我一身狼藉地躺在这里 寒风吹半夜就没命了 即便侥幸有人来救 无论救我的是谁 见此情境 江家独女将敌是真的消息 还是会飞快传遍京城 暗算我的人是谁 基于江家许久的书白 想拉我爹上船未果的七皇子 还是 我还没来得及想出答案 忽然对上一双熟悉的眼睛 这双眼落在我身上 先是恶然 惊喜 等看到我如今的模样 又变成了烈烈燃烧的火焰 贺文秋蹲下身来 拿下我口中的不金 用匕首挑断了我身上的绳子 然后用它厚厚的披风 把我整个人裹得严严实实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它无意中触到我的指尖 都在轻轻发抖 我缓过神来 开始拼命咳嗽 咳着咳着 一口鲜红的血 就吐在他披风上 我说 对不起啊贺公子 弄脏了你的衣服 想问的话还有很多 比如 我爹到底有没有真的去贺家 在揍你一顿 比如 你是怎么追来的 比如曾经的贺文秋 病若内敛 你是如何变成 如今这副模样的 但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因为只要一张口 就会有血从喉咙里涌出来 在此之前 我想过无数次自己的死法 大都是挺着在喝几年的药 熬到油尽灯枯之时 在撒手人寰 那时候 江家至少已经有了一个继承人 是我的孩子 我没想过是今天 贺文秋红着眼睛 把我揽进怀里 一声又一声地说 对不起 他有什么好道歉的呢 我又一次 昏了过去 昏迷后发生的事 都是我醒来后 启悦告诉我的 他说贺文秋巡街路过江家 原本想见一见我 却听启悦说 我去学堂拿东西了 于是一路折过去 半道就发现了 插着箭矢的马车 和地上的尸体 他带人一路向北 追到京城外 近百里的地方 终于救下我 然而我却发起高热 连日昏睡不醒 几乎命悬一线 郎中一波又一波地来 最后甚至惊动了 宫里的太医 拿数百年的老餐 吊住了我的命 再后来 见我仍未醒来 贺文秋带着 108台披雳上门求曲 自请为我冲喜 这就是我醒来后 满屋喜字 桌上还有龙凤花烛的原因吗 我已在床头 嗓音里上 带着几分虚弱 床前的贺文秋 一脸认真地点头 你在病中不方便移动 今后我们暂时 住在江家 兜兜转转 这人还是实现了 踏入江家 做坠绪的梦想 我想笑 可只是稍稍动一下 又不由自主地开始咳嗽 喉咙涌上一股甜心味 我撇到旁边 贺文秋满面紧张 到底是把那口血咽了下去 高热出退 我整个人发倦 没一会儿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一直到半月后 春日将至时 我才能下地行走 算是彻底痊愈 成婚这件事 我似乎很自然地接受了 又或者是因为 哪怕已经成亲一月有余 我与贺文秋仍旧是分房睡的 除去每日会一同用膳 她时不时来我房中送些宵夜之外 和从前并无区别 这些天 贺文秋早出晚归 身上总带着肃杀的冷气 我原本以为她有什么差事要办 直到那天深夜 她迟迟未归 回来时身上却带着伤 我翻出伤药 小心翼翼地 给她胸前的伤口伤药 晃动的烛光下 她的肌肉线条 显得格外漂亮 只是碰上去却是紧绷的 疼吗 我把动作放得更轻了些 只是指尖才刚落上去 她忽然闷哼一声 接着一把攥住了我的手 猴杰上下滚动一圈 贺文秋在开口时 嗓音微微阴雅 不用上药了 一点小伤而已 真的 她一脸肯定 真的 我收回手 发现她额头浸了一层薄汗 有些恍然 是太热了吗 虽然已经是初春 但寒气尚且撂翘 加上我大病出狱 屋子里仍然点着碳盆 贺文秋身体又没问题 当然会觉得热 她点头 又摇头 慌里慌张地拢好衣服站起来 往门外走去 时候不早了 我让启悦做了点宵夜 你用过后就睡吧 你呢 她步伐微微僵了一下 我有些事 要去书房和岳父商量一下 齐悦端来一盏杏仁牛乳茶 说是贺文秋吩咐她准备的宵夜 这一场病 去遂冬天好不容易养出来的一点肉又没了 不止贺文秋 连我爹娘也十分担心 逮着机会就要投喂一碟点心 或是一盅汤 我看着铜镜里 那倒受到几乎行销鼓励的伶仃人影 也有些明白他们内心的隐忧 但毕竟涉及生死 并非人力可以更改 后面连着几日 贺文秋一回来就扎进书房 似乎在和我爹商议什么重要的事情 我有心想问 只是还没来得及开口 她已经主动找到我 拿出一封请帖 七皇子要在宫外的府邸中办花会 邀请我们前去参加 提到七皇子 我忽然想到崔宁远 自从她搬出江家后 我再没见过她 之前我爹说过 她早已搭上了七皇子这条船 所以在花卉上看到她时 我倒也没有很意外 不远处 崔宁之一身锦绣滑服 满头朱翠 呆在一众龟秀中 到真有几分众星捧月的意味 她身边紧挨着的那个 正是唐鹿 见到我 崔宁之眼唇而笑 又很快换上一脸担忧 江姐姐 听闻你从学堂回府的路上 被恶人掳走 清白尽失 她并没有将话说完 平院内却忽然寂静下来 一时间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我身上 其中的意味不言而喻 我镇定自若地望着她 正要说话 贺文秋已经抢先开口 她笑笑 耳朵这么灵通 有没有再听闻点别的呀 你这是什么意思 贺文秋笑容一脸 从一旁跟着的小厮手里 扯过一个荷包 勾在指尖冲她晃了晃 比如 你和那些人勾结 让他们对我夫人下手时 不慎留下了一些随身的物件 崔宁之脸色 一下子变得惨白 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 三年了 一直住在我夫人家里 吃她的用她的 时不时从她手势盒中 摸点东西走 手脚不干不净的 人都懒得跟你计较 你倒好 和你那白眼狼哥哥一个样子 转头就忘得干净 怎么你找这么几个乌合之众 试图绑架 是嫉妒我夫人貌美又有钱吗 崔宁之强撑着道 你 你有什么证据 随便摸个荷包 就说是我的 我还说是姜迪的呢 是她水性洋花 在外勾勾搭搭 招惹是非施了真结 这才找上你 后面的话 她没来得及说出口 贺文秋腰间的长剑 已经刷了一声出鞘 接着横在了她颈尖 七皇子站起身来 冷斥道 贺文秋 当着姑的面你也敢拔剑 疯了不成 抱歉啊 七殿下 今日冒饭 改日订当赴京请罪 我没什么远大之相 最大的优点就是护短 贺文秋错过脸 懒懒地笑了一下 这人包藏祸心 阴险狠毒 伙同几个地痞 意图绑架 我夫人勒索江家 我总不能不管吧 七皇子面若寒霜 你要当着姑的面 将人带走不成 还没等贺文秋答话 一旁的崔宁远 终于站了出来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贺公子是为了冲喜 才与江狄成亲 而且直到如今 还住在江家吧 对呀 对呀 那可是我夫人 被你妹妹这个奸人所害 我不给她冲喜 还有谁能帮她 贺文秋毫不犹豫地承认了 神情坦荡 崔宁远沉着脸道 厚颜无耻 哎哟 崔公子挺会做自我介绍的嘛 贺文秋笑咪咪道 我住在江家又怎么了 你还不是在江家住了三年 吃喝用度一律用人家的 到头来一文钱也没给过 到底是穷 还是无耻啊 间隙里她飞快地转过头 冲我眨眨眼睛 我有些了悟 于是淡然道 夫君不必多言 我江家向来诗恩不图回报 每年冬天都会开周棚 振计穷人 多振计两个 倒也不算什么 贺文秋叹了口气 我只是心疼夫人 被偷的那些首饰而已 说着 她目光还往崔宁之发肩瞟 仿佛那满头华丽的筑翠 都是她从我这儿偷的似的 崔宁之终于忍不住 失态尖叫 这些都是我自己的首饰 是我哥哥和堂姐姐给我买的 贺文秋摇头叹息 在女熟读了三年 还是毫无长进 果然朽目不可雕掩 台上的七皇子忍无可忍 不管怎么说 今日花卉 在场的都是客人 孤绝不会让你把人带走路 贺文秋你如此放肆 是不是在藐视孤 藐视孤的父皇 怎么会呢 微臣只是担心殿下被奸人蒙蔽罢了 贺文秋收了箭 转身过来挽我的手 正好微臣夫人被奸人所下 如今还在病中 便告辞了 那几个贼人都捉到了 日后再来捉拿幕后之人也不迟 话音刚落 那柄搭在崔宁之搏梗间的长剑 在空中挽了的剑花 接着利落地收剑入窍 贺文秋走过来 挽了我的手 轻声道 回家吧 夫人 回府后 他才告诉我 他这些日子在外奔波 就是为了查出 那一日掳走我的人 究竟是谁 又是受谁指使 说到底 那蠢货崔宁之 也不过是被人利用 真正的幕后主使 另有其人 我轻声道 七皇子 和我二叔 贺文秋有些惊喜地看了我一眼 夫人果然聪慧过人 方才在七皇子府中 他一口一个夫人地叫着 轻逆尽显 我只当他是为了在七皇子面前演戏 并没多想 如今回了府 他仍然这么叫着 似乎已经习以为常 我若是纠正 未免又小提大做 内心犹豫间 我们已经在软榻边的暗基前坐下 贺文秋十分自然地拉过我的手 合拢在他掌心 好冷 给你暖暖 风从缝隙吹进来 烛火跳动 我在柔暗的光芒里 打亮眼前的贺文秋 意识到 他生了一张十分出挑的面容 眉目锐利 又隐含三分归艳 下颗线条利落如刃 天桥总是勾着几分笑的薄唇 看上去温柔不少 于是我默默地将话吞了回去 贺文秋继续说 不过夫人也不必太过忧心 不管是崔家那对白眼狼兄妹 还是你那个一心想吞并江家的二叔 又或者因为岳父不肯上道 而心怀不满的七皇子 都交给我来解决就好 你唯一要做的 就是好好吃饭 按时加餐 把身体养好 不要再生病了 我沉默了很久 出生到贺文秋 嗯 我可能活不了多久 我原以为 面对这个早就预料到的结果 自己应该已经没有波澜 可心脏奇异般地越跳越快 似乎越来越清晰地昭示出 某个我早该察觉 却有意回避的事实 我其实早就 为他而心乱 不会的 他郑重其事地说 我娶你时就知道一切 知道你身子弱 但那又如何 总能不回来的 千难万难 我陪着你就是了 江迪 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你死的 那些百转千回的隐秘心思 贺文秋并未察觉到 他替我暖了手 又顺手从一旁的果盘里拿了个苹果 削好皮之后递过来 看着我吃完 终于满意地点点头 好了 你休息吧 我走了 说完 他转身抬步 下一步却迟迟没有落下 因为我从身后 轻轻拽住了他的衣摆 今晚留下来住吧 贺文秋开口 嗓音都是发颤的 你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江迪 我没有回答他 干脆微一用力 明明在马上气势凌凌 敢和七皇子当庭对峙的贺文秋 就这么后退两步 险些跌坐在软榻上 那一日你来救我 我其实并非清白有失 我知道 他咬牙 像是在忍着些什么 语气却干脆利落得不像话 不管有没有 真的还是假的 我都不在乎 贺文秋 我低声说 一开始我就说过了 不管是我还是江家 都需要一个孩子 安静片刻 他重重吐出一口气 终究是转过身来 低下头 有温热又细密地稳落下来 如果突然又不想要了 随时叫停我 覆盖在我肩头的柔软衣料被掀起 随即有更灼热的东西取代了他 房间气氛暧昧阴晕 贺文秋揽着我的腰 微微仰起头 指尖落在我腰窝两侧 像是在描墨线条 太瘦了 他轻轻嘟闹了一句 还得继续补 第二天醒来后 外面嘻嘻沥沥落着鱼 不一会儿便放晴了 贺文秋坐在桌前摆弄着一只木匣子 目光专注 直到我叫了他一声 夫君 他抬起头愣正地看了我片刻 从脸颊到耳朵的一大片忽然红了 你醒了 我让启悦帮你炖了鱼汤用来煮面 昨天晚上你受累了 啊 也不是 你还好吗 他语无伦次地说了半赏 直到我拥着被子 摇头道 我没事 昨夜的事 我很受用 然后一贯天不怕地不怕的贺小少爷 从椅子上一跃而起 冲到院子里 远远地 传来启悦的惊呼 姑爷您做什么去 片刻后 启悦端着一碗鱼汤面走进来 一脸奇异 姑爷真是个奇人 他去哪了 他说他太兴奋了 要去院子里跑几圈冷静一下 启悦过来服侍我起身更衣 用了那碗鱼汤面 而后坐在庄台前梳妆 同镜里倒映出一张艳若桃里的脸 肤色如雪 鬓发散乱 挺翘的鼻尖下 唇色发淡 而原本冷清的眉眼间 有着星星点点遮掩不住的春意 启悦一边为我挽发 一边笑道 真好 瞧见姑娘如今这样开心 奴婢也觉得开心 我微微勾了下唇角 从前你看到崔宁远 可没有这样的好脸色 他也配 启悦自小同我一起长大 知道我身子不好 一向很护着我 从前崔宁远对我很没冷对 他也就看他万分不顺眼 就算是挑狗 吃了别人三年的东西 也该咬着尾巴清净些 他倒好 分明是姑娘救了他妹妹 为他们提供衣食 送他们去读书 这两人没有丝毫感激 就算了 还敢那样对姑娘 真是不是好歹极了 这样的道理 我也是懂的 只是从前 我也不知为何 鬼迷心翘了似的 错把榆木当珍珠 捧在手里 怎么都不肯撒手 若非那个梦 若非贺文秋 毫不客气地点醒我 如今我 大概仍然单逆在 那个浅显 却迷乱的困境里 不得挣脱 只是启悦这么厌恶 催是兄妹 若是知道我之前 被掳走的事也和他们有关 不知道得漆成什么样 回过神 听见启悦在问我要戴什么首饰 我打开匣子 顺手取了两只白玉发簪给他 目光下矣 我看到一旁那只小匣子 忽然想起贺文秋方才坐在这里 摆弄了半上 于是拿起来打开 那里面装着的 居然是一对戒指 我有些愣正间 他已经跑完从院子里回来了 看到匣子在我手里 熬的一嗓子就冲了过来 贺文秋很紧张地看着我 你打开了 对不起 不能打开吗 我正了正 有些歉意地 把匣子重新合拢 贺文秋猛摇头 没有没有 不用对不起 这本来就是给你的 只是缺少了点惊喜和仪式感而已 所以 这到底是干什么的 就是一对戒指吗 贺文秋深吸一口气 换上一副郑重其事的表情 是求婚戒指 在我微微茫然的目光里 他拿起那只匣子 单膝跪在了我面前 将敌 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等 等你嫁给我这一天 或者娶我 怎么说都行 总之 你愿意同我成亲吗 我正在原地 我们不是已经成亲了吗 不行不行 现在还不算 那会儿你还在病中 所以 什么都只是简单操办了一下 他说 怎么可以委屈你 等这些事解决后 我要给你全京城最盛大的婚礼 说不上来 那个瞬间是什么样的心情 自小我就知道自己顽疾缠身 很可能活不了多少年 年幼时不懂事 仕途和二叔三叔家的堂兄弟亲近 他们会假意带我一起玩 又在把我带到僻近地方后 一把推在地上 然后得意洋洋地告诉我 病秧子 你知不知道 等你死后 你家的东西就都是我们的呀 我不肯相信 回去问我爹 他大怒地带我去找二叔三叔 得到的却是他们不以为意的答复 难道不是吗 大哥 你和大嫂就这么一个女儿 还活不长 日后如果不靠着我们 如何保得住这偌大的家业 我爹没理会他们 撂了话说要和他们断绝关系 回家后却一脸认真的告诉我 他们说的 一个字都不必相信 你是我女儿 我的东西自然都该交到你手上 我低声问 可是我不会活太久 对吗 那只轻轻拂过我发顶的手 忽然僵了一下 我爹语气宿目 我会想尽办法 让你长长久久地活下去 也许是因为我身体的缘故 这些年 他与我娘十分纵着我 我说要读书 便想办法让我入了京城学堂 我说要与崔宁远定亲 哪怕他们都看出他狼子野心 却只是暗中调查提防 不肯令我有半点伤心 直到如今 才算云开见月明 我遇着了贺文秋 初见时只觉得有些奇怪 一贯引以为傲的淡漠冷静 总是在他面前瓦解 我忍不住和他斗嘴 故意说着言不由衷的话 看到他被气得跳脚的模样 心情就莫名地愉悦起来 但其实 我说的并不是内心真实所想 他可比崔宁远好看多了 我回过神 看到面前的贺文秋 他仍旧保持着那样单膝跪地的姿势 腰背挺得笔直 像一柄锋芒毕露的长剑 脸上流露的神情 却十分紧张 我灿然一笑 好啊 而后 其中一枚闪闪发亮的戒指 就背套上我的手指 我忍不住笑 你昨日在七皇子府中 蛇战崔氏兄妹 还顶了七皇子几句的时候 明明神气得很 怎么这会儿倒紧张起来了 因为不一样的 一旁 为我完好发的启悦 已经悄然退出了房间 临走前 还没望将房门带上 对付他们 是势在人为 我本就筹谋多年 其实算是万无一失 那张俊俏的脸凑过来 鼻尖轻腻地蹭了蹭我 又退开一点 在近在咫尺的地方望着我 可澄清一事 全在夫人心意 非我努力所能更改 我拨弄着戒指上的红宝石 如果我刚才没同意呢 贺文秋忽然打横抱起我 走向漫杖掩映的床榻 重重漫杖拉开又合拢 她小心翼翼地放好我 又撑着床檐俯下身来 语气严肃 那我只好令夫人更受用一些 然后再多求几次婚了 后面几日 贺文秋变得更加忙碌 储君之争已持续多年 朝中人皆知 最终这位置不是落在七皇子头上 便是九皇子 而从去岁春天 七皇子领下一桩江南延巡的差事 又完成了十分出色后 他在朝中的势头明显已经远胜九皇子 此情此境下 贺文秋还想解决他 只能令他继续膨胀 声势浩大 直至军心起疑 再适当推波助澜 书房里 贺文秋说完 我爹点点头 指不住面上的欣赏 年轻有为 真是年轻有为 我在一旁适时地补上一句 所以爹 你之前真的去贺府揍过他了吗 我爹难得瞪了我一眼 贺文秋连忙在一旁打圆场 是切磋 切磋武艺 小旭学艺不精 岳父多加指点也是正常 贺文秋明显已经非常了解我爹的喜好 三言两语就哄好了他 我爹走后 他笑笑地看着我 然后问 吃宵夜了吗 还没有 哦 他摸了颗油纸包的糖 拨开放进我口中 先吃磕糖 然后我们去吃宵夜 我让膳房的人做了芝麻花生汤圆 啊 有没有别的馅儿的 玫瑰花酱也有 再往后便听说七皇子带兵搅了 京郊白岩山上一处匪窝 这其中有个年轻的后生 贡献了搅匪之计 可称足智多谋 这个年轻后生 自然就是崔宁远 皇上龙心大跃 特意召见了七皇子和崔宁远 听闻崔宁远今年要参加春围 大肆称赞了一番 还下指命七皇子兼考 此言一出 众臣皆知 皇上这是极为欣赏七皇子 储君之位究竟落在谁身上 似乎已经是心照不宣的事情 科考前一日 天朗气清 贺文秋提出要带我上街走走 结果在京城最大的书莫斋里 我们十分冤家路窄地 碰上了崔氏兄妹和唐禄 原来江姐姐还活着呢 皇上赏识崔宁远 如今的崔宁远春风得意 妄将我就拿帕子眼唇而笑 不是说身有恶疾 即将不久于人世吗 活到今天 真是活海一千年了 不过也是 像江姐姐这样厚脸皮的人 失真了还能泰然自若的嫁人 这等作为是我们怎么学都学不来的 宁远 一旁的唐禄 轻轻扯了扯她一百 露出不赞成的神色 崔宁远则覆手而立 看着我冷冷地吐出几个字 江迪 如今你可觉得后悔 后悔什么 后悔没早点把你这倒霉催的凤凰男 踢出家门吗 贺文秋侧身拦在我身前 瞟着唇角看向崔宁远 眼底却无半分笑意 你赖在江家蹭吃蹭喝三年 如今见了恩人却直呼其名 这么多年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崔宁远面色一寒 崔宁远之嚷道 贺文秋 你捡了别人玩过的破鞋 哪来这么大气派 啪的一声 贺文秋飞身上前 甩了崔宁远之一个耳光 又晃着手腕退了回来 为出阁的姑娘嘴里不干不净的 果然和白眼狼是亲兄妹 她将另一只手伸到背后 握住我的手指轻轻摇了摇 以做安抚 不过我有必要提醒你 之前那些证据我都留着呢 送你下大狱也就是一句话的事 这几天你还是抓紧时间 多看看京城的景色吧 等流放边关后可就看不到了 贺文秋笑眯眯地说完 挽了我的手转身要走 崔宁远却在身后道 贺将军身为禁卫军统领 却当街对一个弱女子下手 难道就不觉得羞愧吗 怎么 你还想道德绑架我 可惜我不跟你这种人讲道德 贺文秋匪夷所思地转过头去 你妹妹欺负我夫人 我打她不是很合理吗 若你心有不愤 想为她出头 只管来找我打就是了 我随时奉陪 崔宁远自然是不敢的 当初她那点明知不可为 还要上门救人的勇气 早在这几年的富贵生活中 消磨殆尽 果然 贺文秋与我并肩离去 她也只敢在原地看着 只是望过来的眼神愈发阴狠 崔宁远却顶着脸上鲜红的巴掌印 气得骂骂咧咧 却被唐木捂了嘴 一脸无奈地劝解着 怎么了 一脸若有所思的样子 买了首饰衣上后 我们坐在一家 据说鹅肉做得很好的酒楼里 贺文秋忽然凑过来问我 我回过神 摇了摇头 在想唐木 她看上去还挺正常的 怎么会和崔氏兄弟混在一起 贺文秋轻笑一声 伸手过来 将我耳边散乱的鬓发别到耳后 你以为她真的会喜欢崔宁远那等货色吗 她是来找东西的 什么东西 一样珍贵的药物 贺文秋微微低头 唇边勾出个意味深长的笑来 只是我也需要那东西 所以她大概要无功而返了 七皇子的倒台 其实没让人等很久 春围放榜 崔宁远果然是这一年的状元郎 受封证三品官位 直入汉林院 只是 还没等她大展宏图 京中却已飞快地流传了一则消息 当初京郊内被剿灭的恶匪 是一个村子里无辜的村民 七皇子为了夺宝杀人灭口 又唯恐事情败露 便由崔宁远出了个胆大包天的主意 将这数十名百姓改头换面 伪装成恶匪 既可掩盖杀人灭口的事实 还能在圣上面前立得一功 此事一出 天子震怒 经查证属时候 七皇子被贬为庶民 而出主意的崔宁远被判三日后斩首 至于崔宁远 贺文秋乘上他之前在七皇子的指使下 与我二叔和谋炉走我的证据后 皇上便将他们也一起下了狱 行星前一日 贺文秋专程带着我去天牢看望崔氏兄妹 牢内一片昏暗 只有墙壁上的烛火跳动着 崔宁远死死盯着我和身边的贺文秋 片刻后猛地扑了过来 不对 不该是这样的 贺文秋笑着反问 那该是怎样的 七皇子登基 我该屏不清云 试图通达 该死的是江迪才对 他喃喃念着 神志似乎已经不太清醒 却又猛然抬头 用可怖的目光瞪着贺文秋 你早就该死了才对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心里咯噔一下 忽然想起那个被我遗忘许久的 数月前的梦境 梦里位置调转 此刻在牢内的人是我 牢外意气风发的是崔宁远和唐禄 梦里的贺文秋 九岁那年就死在了北江 不等我想出结果 身判的贺文秋已经到 我当然是来送你上路的呀 走好吧 崔状元 你这状元当了三天 也该当够了 回去时天色已暗 我反复思索着那两个梦 连贺文秋的话也答得漫不经心 用过晚膳 她陪着我回房 我如梦初醒 抬眼望着她 我今夜 身子有些不适 你先去休息吧 贺文秋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好 她走后我拿起纸笔 在纸上细细写出那两个梦中发生的事情和现实对比 发现一切变数 似乎都是因为梦里的贺文秋很早就死了 我没有遇见她 因此最终还是和崔宁远成婚 被侵占家产 夺走了一切 可是 为什么 身后忽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嗓音 既然好奇 为什么不问我 我猛然回过头 看到贺文秋脸上无奈 却又纵容的笑意 我 心下茫然 我一时语色 却又不知该如何开口 江迪 近在咫尺的声音响起 我才回过神 一个吻已经落在了我身上 这个吻不比从前的温柔克制 带着几分孤注一掷的狠意 辗转挑弄 几乎掠夺了我身周的所有气息 半嗓 她终于放开气喘吁吁的我 然后道 真是抱歉 冒犯到你了 可如果你听完 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个吻 我 情难自今 她的神情仍然是带着笑的 眼睛里却一满悲伤之色 似乎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 我心下忽然涌上一点不安 于是伸出手去 捉住了她的手腕 贺文秋低头看了一眼 紧绷的神情微微松懈了一点 她说 江迪 其实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她说她来自另一个世界 在那里 我和崔宁远 和这经中的所有人 都是一本书里的角色 书里 你是虐文女主角 一心为崔宁远打算 她却从不领情 唐禄怀着墓地接近崔宁远 她抄了你的家 将原本用来给你救命的药 给了唐禄 等你死后 却又跪在你坟前 求你原谅 她平不清云 你在黄泉下不得安宁 天下哪有这么不公平的事情 我用了好半天 才消化了她说的这件事 所以 你是来替我打抱不平的 不 贺文秋轻轻吐出一口气 我来 是因为我喜欢上了你 所以被七皇子和崔宁远 联手杀掉的 真的是无辜的村民吗 贺文秋摇摇头 不是 我想了个办法 早就令他们搬走 迁居此处的是真正的恶匪 几乎每一个都被有人命 只不过在七皇子和崔宁远看来 他们是无辜百姓罢了 我承诺片刻 但他们还是动手了 自然 他们用一江功成万古窟来安慰自己 还搞得挺伟大 不拘小劫似的 其实就是两个卑劣小人 贺文秋说 唐禄是江湖中人 找那颗药 就是为了给自己多留条后路 他们下狱后 他便寻不得 唯恐牵连到他 只能早日动身离开京城 我问他 所以那颗可以用来救命的药 去哪里了 他瘫了瘫手 露出无辜的表情 就是那天晚上那颗糖 已经被你吃下去了 夜风静谧 初夏已至 风里 裹挟着丝丝缕缕的暖意 我看着面前的贺文秋 他努力做出一副放松的样子 只是垂在身侧的手 时不时抹萨衣脚 还是出卖了他的紧张 他在紧张 是怕我因为此事感到恐惧 或者对他心怀芥蒂吗 可我连死都不怕 又怎么会怕这些怪力乱神之事 半晌 我缓缓开口 你说你等了我很多年 是 贺文秋说 我来的时候 这具身体才九岁 北疆苦寒 他一个冬天没爱过去 人便没了 后来我拼命锻炼身体 再没胃口也要多吃几口肉 又跟着我爹学剑术 练武艺 就这么一步一步地养好了 我看书中你至死未见漫天星辰 只觉心中隐痛 很想让你看一看 看个够 后来总是梦到你 我才意识到 我大概是喜欢上你了 其实我很早就想来京城找你了 可我爹明面上驻守北疆 实际却是皇上忌惮他 一封圣指命他在边关苦守十七载 未得圣兆不可回京 我不能抗旨 只能改编计划 从原文剧情出发 徐徐图谋 我等了十年 终于见到你 终于 娶到你 至少在今天之前 我叹了口气 露出犹豫的神情 满意地看到贺文秋的表情 越发紧张 也就到此为止 我舍得他受的委屈 也不过只有这么一点而已 那天我被人掳走 撕了衣裳 仰面躺在马车上的时候 还以为自己会死 可是后来 我看到了满天星斗 还有比所有星星都亮的 你的眼睛 我说着 看到他表情一点点放松下来 抬手晃了晃指尖的戒指 贺文秋 过来亲我